哈喽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诶 这一次4月份的活动就有新开的那个激斗壁制的任务嘛 总共有3颗龙丝可以拿 那么其中有几个任务算是比较麻烦的 诶 第一个就是特殊知识4体 不用道具 并且3回合内通关 另一个的话就是不使用道具2回合内通关 然后剩下的神刺猿宇宙生存篇 无数偏程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啦 简简单单就可以过 要分开打 要一次性打也是可以 诶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的话就来打两个比较麻烦的任务啦 应该说我这边组出来的大概是可以解决完全部任务了 只是讲未必每个人是可以组得出来啦 不过首先这个第一个队伍的话不算是特别难啦 首先就要有这个Bistro Gohan 然后4张的加码 诶 两张免费卡 诶 两张4抽卡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记忆悟空 其实记忆悟空没有的话 体蓝双轮也可以 或者就是那个 圣兰达也是可以 圣兰达对第二阵 因为六周年这边第一个是力属 第二个是智属 诶 祭属所以 那么第二轮的那个圣兰达可能可以造成更多的伤害啦 因为本身克属 所以这边就自行选择 只不过这边的话 诶 跟这三张的连接都不错 所以就选择了悟空啦 然后不用倒计 但是supporter memberly不算在内啦 那么这边就直接 Let's go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 以过关来讲 但这边的顺位是不怎么的美 哦 这个顺位不行 这个顺位不行 OK 这边稍微重新刷了一下顺位进来了 不过这个样式看起来没有到特别理想 不过挑战一下还是alright的啦 你毕竟二号这边已经登场了 先行把被动给弄上来 后续可能会好打不少 嗯 这个样子 反正是三回合内同关就好嘛 其实要求也没有到很苛刻啦 只不过对顺位方面有一点麻烦罢了 然后Bistogo和这边被打三下 就必定会行的 然后队伍上面啊 可以选择两张的那个免费卡 是还蛮OK的 其实队伍来讲的话就是 呃 其中两张 再加上好友的一张啦 三张是大火力的 剩下的那个特殊姿势的角色 稍微挑一挑就alright的啦 嗯 当然如果是有加码三号的话 也是可以很简单的来玩 打到对面要死不死 然后二号这边我现在是属于 开银路的状态 哎 比较好打一些 对 哎 射到 nice 然后如果这边可以四连击 直接把对面解决掉当然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法多 对 对 八百九十万 哦 他的会心是需要重新累积啦 这个就有比较麻烦一些 对 就第一回合啦 ok 再来多一发 啊 没啦 不然这边刚才如果联机次数是够的话 就可以很快速的解决掉 可以稍微浪费掉了一个回合 我麻吉 如果会心的话 还没有 哈哈 没法对面给干掉 好浪费哦 嘛 这么样子的话 这一拍就 直接把对面解决掉 然后再回去的时候啦 有加码 一号有二号 然后再加上Bistokohan Bistokohan又可以开主动计 直接把他拉到三号位 take那个h 那个target focus 啊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很好的通关了啦 加上三回合应该是没问题 对 不过我自己更希望的话 就是这个吉悟空 可以再另外一个孙位这样子啦 会更好打 嗯 ok 前面的打击次数够多的情况下 我们的Bistokohan的 最后的火力爆发就可以比较高一点啦 而且还有二号的辅助嘛 等一下 他跟一号还是二号的连结会比较好 好 两条 啊 加工连结都是这个样子吧 这边就是长的这么个样子啦 欸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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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就直接收掉就好啦 对 第三回合啦 嗯 然后加码二号啦 重点是加码二号啦 他的那个会心 然后再加上五连必杀的可能性 还蛮重要的 然后这边比较麻烦的就是 欸 吉悟空 有那个小概率会回避 这方面就 这方面就 没问题啦 911万 刚才出手四次嘛 40% 再加上这一下就50%的会心 欸 nice 中确力 再来 连击必杀 1027万 这个火力参战是还蛮舒服的 可是如果没有会心出来的话 还是会压背 呵呵呵 欸 到 雪的 nice 啊 没有会心 moto 啊 第三 第四下有没有 第五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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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78万 呵呵呵 呃 最伟的bistokohan 就非常的关键啦 能不能直接把对面给KO掉 3点必杀啦 塔罗梦祖 而且这边 被打了那么多下 我们的bistokohan 就火力而言 应该会相当的狂啦 sadip 2280万 这个也是顺位漂亮的法 那个呃 原因之一啦 呵呵呵 好啦 ok 直接解决 那么这个 就三回合通关 并且无道具 supporter member力 不算在那个supporter item范畴 是可以带的 如果想要增加一点火力的话啦 嗯 那么大家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啦 如果想说 可能自己有些角色没有的话 那么这边如果真的是 呃 没有这么完整的话 石头卡可能缺一张啊 那么其中一张用 那个超山物亭克斯来代替也是可以 也是免费卡 或者就是随便塞一个 spatial pose的那个角色下去 也是没有问题 接着就是这个两回合的任务啦 就靠着第七宇宙队的这几个火炮手 那么就可以很简单的打过去啦 那么这边的话就顺便啦 把神赤炎六体啊 宇宙生存篇六体啊 宇宙生存篇六体啊 五属性编程啊 通通都给组出来了啦 体力之技术 然后神赤炎宇宙生存篇 这么个样子 那老实说 反正都是靠着这几位来打输出的话 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战法就好了 嗯 顺位说不上多漂亮 但也还行 反正重点就是下一轮的话 它的那个立足要立好来 这一轮也是一样啊 立足要立好来 哦 这个立足不是太理想喂 嗯 怎么说呢 就那个红族 哦 刚刚好 三颗 我刚才还想说 靠着你的红族这么烂 结果这边就刷出来了 3Q 哎呦 那么就直接let's go 那么第一下freebie成功的话 哎 77%再提升 88%啦 攻击 然后还可以为后面的啦 哦 增加50%的那个 必杀倍率 50% 这个就 有一点的输出值在提升 哎 体蓝双人 1774万 然后五连必杀的可能性 我是说用体蓝双人来组队 打这个二回合任务啦 也是可以简单的过啦 嗯 没有什么问题 嗯 他们的这个火力实在是太可怕了 再加上五架必杀的可能性 嘶 压压压压 可哀 1200 22万 哈哈 然后又是必定灰心 炸到这个对面是不要不要的 简简单单啦 嗯 谁都可以过吧 我相信 哦 竟然连了这么多下 全连必杀 哎 爽啊 然后下一轮悟空是技术的嘛 然后我们的那个北极大两张在那边 应该是可以狠狠的桥啦 OK 竹子 哇 这个烂到爆的竹子是什么个样子啊 哈哈 喂喂喂喂喂喂喂 呀没对哟 靠北 嘶 靠腰 好 差一颗 哦 选啦 反正 有超必杀 有的触手 就算啦 反正是克属 相信是可以打到相当不错的伤害啦 674万 没有必定灰心 但是克属的火力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然后 连击 583万 最后一张那个我原本以为是六个 哦 队友这个极悟空还会回避 瞬间都遗忘掉 不搞笑 OK 这边连击中 三条 三条鞋到了 然后 我们的mega day mega day因为是满气的关系 火力是直接达到最大值啦 也是可以简单 就是对面过来 我还会是我们的乔过去 反正 两回合来讲 就靠着第六宇宙team 是可以轻轻松松地打过去啦 嗯 1800万 多了10%的supporter member力啦 这边要的是火力啦 所以supporter member力没有dai 应该也不会到那么大的影响 但是有dai 就 把那个出错力 降降一点啦 反正打完就算了 那个也不 花我们多少的那个破破点数 OK 这样子就解决掉啦 所有的任务 那么这边三颗龙石 还有六个的连结技能一中 就get total z 嗯 好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想来大家都是可以轻松地过啦 哈哈 呀 三颗龙石 其实有点少啦 我 就 嗯 好 好啦 这样子就过完啦 嗯 所有的任务相信大家也是可以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ねー バイバイ 咱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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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